就是順次了 我們開始 已經晚了一點點了 那我們今天是很榮幸能夠 譬如那個郭承天老師來做這一場演講 就是叫我們台灣兩岸的那個宗教團體相關的法規 的一些這個比較研究 那郭老師他是我們宗教研究所 跟那個政治學系的合併老師 他長期在那個政教關係的研究和教學上 我想我們老師跟同學們都有目共睹 然後最近這幾年當然這個大概也郭老師也是 蠻常兩岸這邊做一些相關的這些政教關係的 比較跟觀察會心 對 他最近他就是主動我提到他最近做研究 我們那個台灣的這個 因為郭老師另外好像就是有一個 身分就是內政部的那個宗教諮詢委員 對 然後也有涉入到對於這個 台灣的這些宗教團體法草案 我記得從我那一個拿到國際學位回來台灣任教的時候 我就收到那個草案 已經二十年都延宕著 那這中間當然跟台灣的這些相關的那個宗教團體 還有工部門的一些各種不同的角力有關係 我想郭老師這方面應該可以做盡力的分析 他中國大陸的這個也有 他有一個宗教事務條例 他的這個宗教其實當時我們在 我們宗教署第一次就是以團體的 以整個所的這個靈異去做大陸 在大陸的這些頂尖大學做學術交流的時候 也順便透過郭老師的這個介紹 參觀了他們的宗教事務局 雖然那是一個很官式的一個場合 也可以感覺到那一種這種官古的這個氣派這樣子 我記得在北京的那個宗教事務局 那他們有一個應該就是最 應該是大陸這邊的那個宗教事務的最高的法規 就是宗教事務條例 那郭老師應該也做了一些規跟食物方面的這個研究 好 那我就不沾用太多的這個時間 因為接著一樣應該是很精采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郭老師 那因為我在山下有一個規議 但是很快可以開往會再上來 所以就把這個時間交給郭老師 那我想那個 好 那我們先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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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 上午我做了一個三小時的騎乘馬告 我好欽佩不在那個上面的人 下面才能夠坐在三個小時都不動 那我想起2015年9月3號那個月賓 我也受邀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為什麼會受邀 早上的時候那個接待人就說 吃點早餐 不要喝太多水 因為典禮開始的時候你們是不准走動 因為我們要找到真的是兩三小時 這個是在中國大陸作為共產黨也必須要有個軍事訓練 我看了一下 現在全部都出來了 第一個我當然先看兩岸關係 畫一看 安安相親了 沒有統一時間表 也沒有新的講法 不管是正面或負面都沒有 就是四平八穩的 看來算是一個善意的表現 也算是回應了一下這一年來有很多的憂慮 第二個我就趕快看一下宗教的部分 我把它download 全文是三萬兩千四百一十二字 這個十二這個出頭是不是有特別意思 因為宗教這兩個字在全文裡面只出現六次 所以總共這十二個字 少了這十二個字就是一個成數了 沒有提到個別的宗教 佛道和天主人什麼什麼都沒有 盧也沒有 他連談復興傳統的文化都沒有提到盧 盧家的盧這個字 所以這個出現六次都是順便帶活的樣子 除了有三次是出現在一句話裡面 這句話也是過去提到的 也是跟我們跟他講的會有關係 全面貫徹打著宗教工作基本方針 監視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 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識 最長的一句話就是這一句話 其他東西基本上都跟宗教沒有關係 所以第一個印象大概就是說 宗教不是習政府的priority 這個跟我們過去觀察的印象大概也是一致 不管是跟他們國家宗教局人談 或者是跟當地知識分子談 基本上就覺得這不是重要議題 除非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他跟獨立運動有關係 那個就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次聽了這個講話以後 過去幾年來大家的一些疑慮 應該可以解釋 可以稍微釋放一下 在我開始之前我想準備一下 用監視包括兩個部分 台灣跟中國大陸的 我是要50-50還是要重視大家對 對中國大陸比較有興趣 有這兩個人 有沒有我們爭取一下 第一個就是一半一半 第二個就是台灣多一點 第三個是中國大陸多一點 我們就一半一半 我們很快的 三點鐘以前我們把它結束 因為我報告這個 兩個法律條文真的會非常無聊 因為法律條文 但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應該就是說 而且為了要正確理解這些法律條文 我們其實是要知道它的一個政治背景 這當然是我比較有興趣的地方 所以雖然這兩個法案 我們不能用一套政治理論去討論 在台灣的話 因為它是在目前我們是一個民主社會 所以要從西方的這種政教分立的理論去看 你才能夠解釋對法文的意思是什麼 中國大陸它不是一個民主國家 它是一個特殊的共產政權 所以要解讀中教主義法律 我自己根據過去十幾年來的訪問 研究經驗累積下來 我累積了19條潛規則 我們這邊有一些路深 如果以後來發現說可能還有其他的潛規則 就幫忙幫忙提醒我一下 再多幾條就可以寫一篇全面的論文 這十九條已經讓我幾乎只完成一篇的論文 好 我們先看一下答案的部分 這個議題今年出現是因為 因為主要是因為撿箱跟滅箱這個事情 就是中南部的廟 燒箱 結果被環保署檢查了 經常到地方來檢查 更何況它很多地方這種單位 就一直在提倡這個東西 大家做台北決議的時候都有看到 台北市民政局提供的廣告 什麼以米代金 我看的真的是滿生氣啊 雖然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覺得像這些舉動 政府的舉動 都是有點過分干預了信仰內容的 有些基督徒說那是民間信仰的東西嗎 那我說萬一哪一天環保署環保局的人 跑到你教會來 每個月你主餐或者說召會聚會所 每天要撥餅 用那個小酒杯有沒有 兩杯 那他說不環保的話 要求你們不可以進行這個儀式 那你心裡怎麼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等一下我會提到的 就是我感覺台灣 大家做過大陸也是這樣 開始這幾年有一點這種反教的現象 反宗教的現象 所以這個是今年台灣中教團體法 被草案拿出來討論的一個導引導火線 他們這就是導火線 就重新在討論這個宗教團體法草案 所以有一陣子鬧得還滿大的 我等一下就跟大家報告說 為什麼宗教團體法草案出了問題 就是它有一些程序的問題 另外的話就實質內容的話 它可能違反了很多憲法的精神 就是政教分立的那個精神 因為這個我在內政部報告過了 在暑假的時候我也實際上 我去做了協調 我自己主動去激搏一下 去協調一下 其實發現這個衝突其實是可以解決的 大部分的有疑慮的條款 可以經過很簡單的立法手續 變成一個雙移的情況 什麼樣的程序問題 要把這個條款增益呢 就是現在三年前了 兩年前了 兩年前剛患上來的陳屯進 內政部陳屯進次長 他主持了宗教室委會 他就是介紹了一下 這個49條的草案 然後說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了 所以像剛剛蔡云老師講的 他說這個草案其實就是 在令政部已經躺了二十多年了 突然一下子 怎麼真的就要通過了 還去宣告就通過了 通過以後他就送行政院會議 然後就送立法院了 直接送過去了 但是因為換屆的關係又被退回來了 那這個草案其實 這個草案其實 中教界就 經過慢慢消化 就把問題越看越大 好 這個是它的一個程序問題 就是雖然在宗教室委員會 有五六十位的 應該有四五十位的宗教的代表 但是大家都沒有時間 預先去看這個條文 就這樣子就通過了 好 那他通過了以後呢 照理說過去這個中教室委員會 每年會開兩個次會 結果這次他這樣強迫通過以後 他就不開會了 兩年都沒有開會 那一直到最近事情鬧大了 他們才說我們開個會 好 那我們看一下政教分立西方國家 民主國家的原則 就源自於美國當初立憲的時候 也通過了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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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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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 那 那 各制度越纯洁 那他们的一些宪法原则 就是第一修正案 Separitional State and Church的原则 那我这边特别要解释一下 我过去几年一直在强调翻译的问题 就是当初一百年前我们翻译的时候 Separitional State and Church 我们翻译证教分离 然后现在大部分还是在这样子用 我过去五年 我一直在提上新的翻译方法 证教分离 证教分离是一个错误的翻译 那大家想说差一个字有什么关系 一次之差百年误国 两岸的那种证教关系 都是因为那都这个翻译上的错误 那我有写配合去讨论这个翻译的偏差 所以我们所引进来的原则 不是美国的Separitional State and Church 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概高中生以上都知道 我们谈三权分离 Separitional Powers 你不会翻译成三权分离 对不对 那美国人当初他们自信的时候 他写这个第一说正在的时候 是根据这个思维来界定政治跟宗教的关系 所以你要翻译就是应该让人政教分离 也就是说政教分离与制衡 就像三权分离与制衡 同样的概念 在当时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这位基督徒圣中山先生 他当初糊里糊涂就革命成功了 没意料 怎么搞的就革命成功 那就开始想要说我们要写个宪法 把这个原则写进去 那他是在当时唯一翻译正确的人 在他作用里面他就提到政教分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双重国籍 他也拿美国护杖 他也让美国长大 所以他知道这个蓝龙去脉 那其他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 他们所向往的对象是什么 正好1904年1905年左右了 法国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叫做世俗原则 那这个东西 你翻译正教分离都不对 都不恰当 因为那个是一个标准的 政府强力控制宗教 把宗教当作政府教育部门 下面的一个分支机控而已 而完全另外一方面 不准宗教去干预政治 你不可以在宗教场上评论政治 你的人事 你的讲到读经内容 通通都要受到教育部的监控 那这个就是政教分离 那这个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 还有这个中国的官员 他们所向往的一种模式 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延续到今日了 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 还影响到我们现在的 内政部的一些官员的想法 那我过去五年 我当时就说服他们了 说这个其实是不民主的东西 应该是政教分离 不是政教分离 好 这个基础刚才就提到 non-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跟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这两个条款 那在这个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最近引起争议的就是说 可不可以有宗教行使自由的问题 在台湾就是这个九江的问题 还有我们刚才看到 就是有些条款 他就涉及到宗教组织内部的组织的问题了 组织管理 那这个就是干预 就是有过分干预了 那我们也看到美国最高法院 最近几年 或者说至少我们看到各州 他们现在希望强调这个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那从过去强调这个non-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到第二个这个项目 当然也是因为受到同性婚姻这个影响 那我们在台湾今年一起的争议 我们也说实在了 就是过去这两年同婚日的争议 同次婚姻的争议 多少是有隐藏到这一次的争议 好 那所以我们谈这条分立 一方面就是说 国家不可过度干预宗教 宗教也不可过度干预国家 这条部分就是这里 那我们进行这个训练的训练 有很多训练的训练 其实在我们的训练 是因为我们的训练 在训练的训练 就是我们的训练 那些训练 就是我们的训练 这个训练 就是我们的训练 然后我们的训练 也要注意到就是有一派主張就是說 我們不能給你宗教團體太多的優惠 當然宗教團體當然希望更多的優惠 高於一般公益團體的優惠 但是國家理想這位置是對的 你不能要有太多的不一樣的代理 另外不過分跟我們剛說過分牽連 就是說你不能涉入到宗教組織內部的管理 好 另外最後簡單的大概是一個比例原則 就是所以宗台宗教關心 宗教的分離跟制衡不是絕對的分離 所以一定是有某種程度的干預或者參與 但是你基本上不能過分 那怎麼去定義過分呢 那這個就是看時空環境的一個設定 所以還是有一定的參考規範 好 那美國基督教團體的規範呢 是沒有專法 沒有專法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雖然美國基督教這麼發達 但是基督教團體它所能夠享有的一些 免稅的權利或者說其他的行為 都是跟一般的公益團體是一樣的 所以它就散落在各式各樣的法令裡面 並沒有像我們想要去設立專法 那他們的爭議其實我剛才也提到 就是早期就是從這個比較注重在禁止 禁止建立國家宗教 最近就開始要保護宗教的自由 很多州 過半數以上的州 都通過了Religion Freedom Restoration Act 這個開始挑戰 在1960年代以來的最高法院的判例 那我們台灣這個草案 除了參考美國的經驗以外 另外我們也參考了日本的經驗 這個有一個歷史的原因 就是現在法務部長周泰森 他以前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他就推了一個日本版的宗教團體法草案 他是比較嚮往日本的模式 那日本我們都知道他是有個 過去是有國家成道 雖然現在不是政府支持的 但是事實上他是最主要的宗教 所以日本宗教人法 他們是有個專法 那分成大概就是四大類 要看他的優點 我們就是兩個它女兒 我看他有一個優點 就是他有一個宗教審議會 這個可以預防跟解決任何的這種爭議 那缺點就是他有些過分干涉 因為我們剛剛講出來 它有涉及到管理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是可能是沒有過分擔測 而且實際上它是歧視其他的宗教 所以它等於就是在提倡日本的神道 其他宗教要符合這個條件的話 會相當困難 尤其會比如說東方的傳統宗教 大部分是比較小級規模的 然後滿足這些條件是比較困難 這也反映出 當我們要抄襲日本法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想像到 就是很多迷奸信仰 小型的佛道教的組織 就覺得說你這個要求太嚴了 我們根本沒有那麼多人 我們根本沒有那麼財力 那我們不能夠根基 我們不能根基 我們就不能享受這些東西 所以它認為說 你歧視我們小型的宗教團體 而且日本在我們政治學歸類 它其實也不是完全民主的國家 它就是一個一黨一黨長期執政的國家 所以其實日本的模式 不是一個很好的模式 我們現有的宗教自由程度 我們是遠高於日本 那我們怎麼可以去退化呢 去學日本的模式 應該是比現在有更進一步的提倡 而不是退步 好 它的國際面向 我是這麼建議 就是說我們對宗教自由的獎勵 可以適度地高於美國制度 甚至趨向於歐洲的 他們這種subsidiary principle 就是我們也知道 歐洲各國大部分都有一個主要的基督宗教 那政府給予這個主要的基督宗教 有比較多的獎勵 但是不會去歧視到 不會嚴重地歧視到其他的少數宗教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一些彈性空間 有協商的彈性空間在這裡 對於宗教自由的限制 我們剛剛前面只講獎勵 對於這個限制不可以高於 而且要低於日本的制度 所以我們現在參考的 最主要是美國跟日本的制度 那我們就要取人家的好處 而不是取人家的壞處 就它的政治面向來說的話 很多人說 這違憲 違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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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最後就是送到大法官會議 可是大法官會議會保障你中藏自由嗎 在目前為止 我說話給大家很好 因為第一個 他們除了大法官 目前除了大法官 都沒有政教分立的專長 他們也許是公法的專家 但是沒有人懂宗教 所以十六年前573號解釋 到現在為止還是一樣 他們談到政教關係的時候 還是用政教分離這個概念 一些基本的這種西方政教關係的歷史 都不是很清楚 這個也是蠻奇怪的 就是我不知道我們這邊有沒有法律專家 不過國內的法學訓練真的是有些問題 現在當然多了一些是留學的 回來了 可是他們就是留了學以後 就直接畢業就回來了 沒有在美國或者歐洲 真正當地職業過 所以對於歐洲的這種憲法的精神 其實也不是很了解 那五七三號解釋當然也算是一個進步了 可是離歐美的標準還是差理解 那我們現在的宗教團體法草案 其實就是結合了人家的缺點 而不是人家的優點 那另外我們有兩公約施行法 有國家人權資金委員會的年度報告 也要報告宗教自由的這個部分 行政人權小組也可以負責監督 所以這次我也給內政部官員加了點壓力 我說你列了這些好像違憲的這些條款 我說你們違反兩公約 那官員最怕聽到這個關係 因為這就是列入考期的 你不能兩公約本來這個是國內法的 所以各個行政機關都要把它過去法律裡面 違反人權的條款通通要修改 你現在不但不修改 你還增加迴反人權的條款 那這個馬上就可以記一筆了 所以他們聽聽也覺得說 好 你該修也該修 或者就是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就不要立法算了 但是現在想法也是這樣子 那過去美國在台協會會寫 宗教自由年度官方的書 我今年在去查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他們現在改變格式了 只寫那個有嚴重違反宗教自由的國家 那像我們這種過去向來是表現 我覺得應該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自由 台灣是世界上表現最好的 所以過去他們那個 美國State Department的年度報告 我們台灣部分大概是最薄的 而且幾乎沒有拼動幾個字 就是因為都沒有值得好批評的 那你說歐洲國家總是很好吧 沒有 尤其法國 法國特別厚 法國一千多人都在違反其人人權 所以其實有很多這種國際上的 國內外的這種政治壓力 可以保障我們的宗教自由 有這種四人的機制在 好 那現在大家對這個 傳遞法草案的看法有幾種 第一類就是說 好 那我們就乾脆不要律法 真意這麼多 就是維持現狀 現狀其實絕大多數的狀態都很開心 尤其是大型的中藥團體 那這樣就好了 你多了一個法 就多了一個管 那你要管 我就有些地方 萬一沒有填好 那不是要被法 影響我的中藥團員情長等等 所以絕大多數我想說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中藥團體 其實說如果沒有比較好的法 那乾脆就不要法 這也是剛剛為什麼提到說 二十多年來沒有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說你不能夠比現在好 那我為什麼要立法 這是現實的 所以對現狀滿意者 然後如果這個法 你沒有提供新的權利好處 這個沒有幫助他們有一些 像這種佔有國有土地的那種妙禪 你不能夠幫他合法化的話 那主要傳統結論上就不要立法了 那現在跟內政部來說的話 他們也覺得說爭議那麼多 然後我也不要立法算了 大家知道官員的心態都這樣子嘛 這個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什麼 不錯嘛 對不對 所以本來他們是希望說 我追蹤一個法案 他們可以多一些人事預算的編制 這個官員也是希望有啦 聽說就是希望他們可以宗教科 現在升到宗教師嘛 對不對 可是一想到的話 有那麼多的政治爭議 那那就算了 我已經不外匯 給他完成了 令令西法的話呢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剛才所長說的對 就是他其實這個二十年來 經過了幾個階段 那不是說一個階段完了以後就問題的解決 是說第一個階段解決問題 持續的延續到第二個階段 就是大部分解決完了以後 還是有些小問題 還是會持續延續到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等等的 所以第一階段呢 是在處理政治與宗教之間的大關係 然後第二階段呢 是宗教團體之間跟之內的問題 宗教不同的屬性 還有大型狀況團體 跟小型狀況團體之間的這些問題 他們的利益 調款是不一樣 利益期待是不一樣的 好 那這個大問題解決以後呢 那個接下來呢 他就要送到行政院會議 那行政院會議最大的阻攔 我當初進去的時候 大概協助他們解決了這兩大問題 兩大問題解決完以後 基本上就是那個廠案就變成一個 利益大放鬆的廠案 家家有獎 人人有獎這樣子 所以狀態都很開心啊 可是醫生到了行政部門 行政部門尤其是財政部 說你那邊當好人 當聖誕老人 那國家的財政怎麼辦 大財團都隨便就成立一個宗教團體 就可以逃稅免稅 尤其土地利益那麼多 對不對 所以財政部還有法務部就擋下來了 然後說你很多條文寫得不清不楚的 那倒不行 所以最大的阻力就在這兩個 我們又知道 內政部派出的呢 就是負責宗教師 現在我們要講的就是宗教輔導科 宗教輔導科正式編制 大概可能就不到十個人 而且這些人可以常常調到其他的工作去 所以在行政體系裡面是最下面那一層的官員 那去做部會協調的時候 哇 那真是被人家敲不起嘛 就只有聽訊的部分 所以法務部啊 那個財政部啊 就丟了一大堆這些 什麼財產法人法啊 什麼基金法啊 這些東西啊 就說你們就好好去讀書啊 那個把這些條文加進去 他們就乖乖就把這些條文就加進去了 加進去回來就 原來的好處幾乎就沒有了 反而多了很多的這個管理啊 那另外如果你要送到 就算是你行政部門最後通過了 送到立法 那立法院 立法院又有各自的宗教團體代表 會去阻撓 就會拖了很多時間 好 你最後就算通過好了 那不滿意的宗教團體還是 最後還是可以打官司啊 打到大訪問會要做吃虧 等等的 所以要另立新法的話 真的是非常複雜的一個過程 整個政治協商很廢時 所以我也替他們內政部門員解釋 當我去跟中華團體談的時候 我說他們也辛苦啊 第一個他們法律政治的位階很低嘛 然後第二個真的是有這些過程 他要去協商對不對 那好 所以這個是立立新法的 最後一個的話就是修法 就好像我們現在根據這個草案 我們看看說哪些一起真意 我們看看是不是有簡單的方法 可以把它修定 這個好處就是說 因為全世界民主國家的立法趨勢 都是行政在引導 你真的是直接從立法院去推法案的話 他最後還是要走過這個整個的過程 那立法委員基本上他也沒時間去搞這些東西 所以一定是你中華團體 演你出一套非常好的東西 就是已經幫他協商過了 然後跟他說你這個東西通過了 這個狀態的時候都支持 行政部門員也支持了 那你支持好嗎 當然好啊 有現成便宜他當然就會支持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要立起的爐灶再去搞的話 而且你不走這個程序 那就是擺得好看的啦 在立法院就是擺得好看的 好 那如果我們修法 那我們當然要了解他們的程序跟他們的內容 這個還是要有一些實務的經驗 好 專開一把草案最主要的爭議 我把他分成幾類 就是有共識的好解決的先處理嘛 因為在網路上他們那些反對團體 他反對團體也有很多政治的陰謀在 後來問出來 詞加問出來 所以搞得很亂 那我幫他分開以後一個一個去處理 那其實感覺上大概其實都可以解決掉 好 第一個就是 過去被宣告違憲的這個監督寺廟條例 那這些原有的主要的權益是否可以保留 這就主要是佛教 道教 小型中藥團體的這些權益 那他們就很擔心啊 你通過新的以後 就是在他們中藥團體的權益 那我去學生的時候呢 就點他就 念中文說你這個就更不可能 我們沒有什麼意思說要取消 所以第一類的問題 只是一個溝通的問題 講清楚就解決了 第二類的話就是 宗教團體法朝案新增的權利義務 是否違反增加分離的 剛剛講到這三個法律也不折 第三類的話就是 中藥團體現存的違法行為如何處理 因為很多這種中小型的傳統中藥團體 他們就是清占國土 佔用農地等等的 納古塔設置不符合政府規定 那他們已經花了錢蓋了這些東西 那怎麼辦 處理方法當然有三種 你要不要處理完全取締把它拆掉 那另外一種你拆掉 那當然他們不甘心 就在清占國土 那你要處理合法 那其他政府部門就不同意 就不符合公平原則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其實大部分都在做就是說 看看如果情況不嚴重 那是不是有一些輔導措施 幫它慢慢合法化 所以分成三類就比較好處理 第一類 原有宗教權益是否具體保留 就提到45條 進來條文我想我就很快跳過 如果大家有問題我們再回來 因為基本上這部分只是澄清的問題 沒有要去剝奪原有的這些權益 所以關於免稅啊 金融機或只開貨 或根據買賣財產 那其實都沒有問題 因為法律上有不錯的既往原則 意有保障 我就建議他說那你就說清楚一點吧 因為他每次官員去做說明會的時候 就在那裡講條文 講的那個就是很八股很官化的樣子 我說你可以用我們這些死老百姓 能夠了解的已經跟我們講了 我說連我看了我都看不一定懂 對不對 你就用白話跟我們講 那會改善的 第二類就比較嚴重了 就是我就發現的確 他對於管理組織的這些很多的規定 真的是有違憲的疑慮 我把這個條文一條條把它列出來 那有些部分增加了就是沒有違反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因為他們是從那些公益團體 或者基金會的那些法案 法律超過來的 所以就是一事同仁吧 一事一個公益團體呢 基本上你要補合他們的規定 那這些大部分就是根據他的結果 行為的結果啦 所以不是根據你管理的 制定這個決策的過程 決策過程你不應該管 可是他的結果你可以管 結果會影響到其他人嘛 對不對 你會影響到社會的其他人嘛 那你至於你內部做什麼決定 你決定的方式 因為你有你的傳統 你有你的經典 那國家就應該要盡量尊重 所以管理組織部分你不應該管 你可以管結果 所以這個剛剛分清楚 我這樣就跟周上台解釋 他們也接受 他們說對啊 該管還是要管 那你不該管就一定要管 對不對 那這些該管其實也很有趣 你只要稍微變幾個字 中央團體也接受 那這邊又提到就是說 有一些這種違反的這些罰則 關於管理組織呢 我們就提到 剛剛講到嘛 就是說根據政教分立的原則 中央團體內部的行為 國家不適合過度介入 除非是他侵害了其他人的權益 那另外他會產生逆急的重大的危難 這是基本人權的概念 你政府不能干預這個個人的行為 就是說法律沒有規定的行為 你不能干預 基本的人權都是這個樣子 除非你有這些重大的理由 而且你舉證的責任是在你國家這一方 說你不這樣做 你不管 真的會發生很重大的事情 那你要證明啊 你要證明啊 你不能說有這種憂慮 有這個憂慮 那你要舉證啊 雖然我跟內部官員也算是合作了很久了 但是在討論這些細節的時候 我真的是跟他們真的面紅我的次 我說你給我證據啊 你給我學理的證據啊 你給我事實的證據啊 你說啊 我們擔心這 我們擔心那個 你擔心有個根據嘛 遇到後來他們就說 OK OK 那我就發現說其實 就比如說真的一個 我們在那裡可能有提到 就是那個他說你這個委員會 你的宗教管理委員會 狀態四季歲月委員會 應該有三十一人 不應超過三十一人 那就應這個字 那我說你會改成得 不得 不是 那個那個 就是 不是 你要嘛 就是那個 不以超過啦 所以應改成以 這兩個都是法律用語 那你收一個字 你整個意思都不一樣 因為我問到後來 他們也承認 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其實是一個好心的建議啦 因為你任何一個會議 一個團體 管理委員會 你超過三十一人 人太多了 你不適合討論 所以他說根據他們經驗 他們覺得說 根據其他基金會啊 公益團體的經驗啊 你的管理委員會 最好不要超過三十一人 他說我們其實也是建議啊 那我建議就改成一就好了嘛 啊 可以考慮 對不對 你應的話 你就變成強制了 對不對 那人家很多宗教團體 他核心的幹部就根本沒有超過三十人 不是啊 他有些宗教團體 他的傳統 每個宗教都是這個樣子 他就是希望說 所有的信徒一起來做決定 那他可不可以超過三十人 他當然可以超過三十人啊 對不對 那我一定也知道 那有些宗教團體 他就是一個人決定啊 那也可以啊 所以你這個數字上 你就不要去干預嘛 你要尊重宗教團體 這是他內部的管理的權責 所以這個 他們覺得也合理啦 可以改啦 所以很多這些條款引起爭議就這樣子 中常也覺得說 我這個也要改 那個也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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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都管我 我一個東西不符合分譯 那就有罰則 那他就覺得說 那你不是管太多了嗎 那這些東西 問了以後 幾乎都是同樣的性質 就是說 內政部官員根據他們過去輔導 公益團體的經驗 覺得說 這是他們能夠促進團體內部和諧 公開 公平等等的 有這些好處的 對他們這樣做的建議 我說好啊 雖然是建議 你都能改成疑嘛 就好了嘛 我這樣一講 中央團體也覺得說 那這樣很好啊 我們有參考資料 那很好啊 對不對 那以後我們盡量照著那樣做嘛 但是如果我們專團有一些特殊的規定 我們沒有辦法符合 我們知道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們盡量照著那樣做 那衝突就幾乎就可以解決了 那另外有一些那個負責人的成員 有一條當然很引起爭議啦 就是關於專團的那個負責人 他不可有什麼一大堆那個 過去的犯罪紀錄等等的 列了一大堆 那我說幾乎每個宗教團體 都會有一些主持人過去是重大罪犯的 他改過自清啊 就是因為他接受了這個信仰 他完全改過自清啊 對不對 佛教的方向 讀到立定成佛啊 對不對 然後基督教你有那個 你認罪悔改以後 對不對 奧古斯丁當初就是一個爛人啊 然後悔改以後寫了懺悔路嘛 對不對 變成一代宗旨 是不是 那你說那他以後不可以當中央團體的父子 這就是你不了解宗教團體的特性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不要列一些主要罪行 我說也可以啦 但是我說最主要就是說 你這時候你可以參考日本的經驗 日本他其實沒有列罪行 他只列說 好像是有列吧 少數啊 但最主要他是說 你是服刑中啦 OK 好 那你服刑中 你當然就不適合擔任公益團體的負責人嘛 是不是 那等你服刑完了你再回來就當然可以啦 但你服刑中你就不行了 而且一定是要重大罪 像是殺人罪啊 或者是強奸罪啊 就知道的 比較嚴重的罪 你不能一大堆什麼違反票去把通通把它列進去 所以這就是有些這些例子 就是他管得太多了 管他太多了 那一個一個我就幫他去做調整吧 看看喔 還有 大概都是這一些了 那就是舉個例子 就是像現有的違法行為 應該如何處置 納普塔 那其實國家的這個殷葬條例呢 已經修改了 存取中央團體內設立納普塔 那大家知道這個是黑道都在搶的誠意啊 納普塔 前兩天才有一個新聞嘛 有一個詐騙集團 專門欺騙退休公教人員的 結果好像就賺了12億吧 12億的錢 就是納普塔位的這個販賣 所以的確是問題很大 那你取締的話 會違反不過分干預跟比例原則 因為我們知道西方很多大教堂 還有一個萬古教堂 有沒有 就是它裡面就是埋了一大堆骨頭的 過去他們那些神父的骨頭 通通埋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宗教團體設立這種埋葬的地方 或者是納古的 這個是宗教團體的特色 你的確應該是要給他一些特權 也不是特權 就是尊重傳統 那只要說他符合一些衛生 尊重 有慎重的這種規範 那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你就立合法的話 那你違反不其事為原則 因為你太嚴重的話 那所有的黑道都要設立 就打一個宗教名字 他們就可以設立納普塔 這樣也不對 所以大部分就是花功夫在輔導措施 限期改善 符合比例原則 那如果說他真的是 在水源區上面蓋了一個納普塔 那危害到公眾安全利益 可能拆還是要拆 對不對 好 所以那另外最重要 我之前有建議在早期版本裡面 那他們也寫進去了 就是設立一個宗教審議會類似的組織 結果最後的版本他們把它拿掉了 我那時候開會的時候我也沒注意到 他們拿掉了 這其實是可以參考日本這個做法 因為這也是他們民主國家的趨勢 提倡用神義民主 好 現在進度就是沒進度 我們上個月開了會以後 新的內政部次長來提提大家抱怨一下 然後大家有很多提案 我也提了很完整的提案 然後你說好好好 我們都會來納入參考 我說欸欸 那我們不設立一個修法小組 啊 我們會參考 所以下次會不會開會 或者下次開會的時候會不會再邀請我 我就不知道 所以至少我那個委員身份到現在還是有效 下次開會會不會到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我要開除 好 接下來我們就談一下中國的部分 老師可以提一個問題 是 請 老師您剛剛提到說那個 正教分立跟正教分離的一個區別 是 那當然就是老師的見解是還蠻特殊的 只是說我會覺得說 我們講的正 我們講三權分立 對 三權分立那是要立 行政 立法 施法 對 所以正教分立的時候 那個教是要立什麼 你那個教是church還是religion 那如果是church的話 當然也可以講說反正就state 跟church分別立 可是如果是有religion的時候 你要立什麼 宗教是那麼多種 有基督教 有佛教 那所以還是用正教分離 可能會更能夠表明說 宗教不要干預政治 那政治也盡量給宗教自由 所以說沒有必要說叫做正教分立 你們不知道他意思嗎 你提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裡面有兩個問題 一個教到底是指宗教還是指宗教團體 然後第二個問題才是說 不管是宗教或宗教團體 它跟政治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剛剛是在講說 不管它叫宗教或宗教團體 這個先不論我 剛剛我沒有談到 我們只講說不管是宗教或宗教團體 它跟政治的關係是什麼 那應該就是互相分立跟制衡 因為在人類歷史以來 宗教是任何社會 它提供道德規範的最主要的依據 而法律基本上是由道德規範把它文字化 所以我們需要宗教它獨立 不是獨立 它能夠刺主 它可以成為一個刺衡的力量 成為國家刺衡的力量 可是事實上我們在民主政治國家裡面 從來看不到宗教能夠刺衡 有啊 有啊 一天到晚就做啊 就是國家的法律 我們剛剛提到嗎 國家法律它是從道德規範轉換來的 道德規範是誰 每一個人是道德來自衡政治 而不是宗教 因為宗教畢竟是 在國內宗教那麼多 每一個宗教的教育都不一樣 是 所以說事實上它沒有辦法 它也不是一個團體 沒有一個共同的組織 它怎麼樣能夠制衡政府 政府的制衡還是靠我們的三權跟立法不適合 所以事實上在共產國家的話 是政治會干預到宗教 那宗教也沒有辦法制衡共產國家 那民主國家同樣也看不到說 有哪一個宗教的力量大到可以制衡政府 並沒有 我們看到其實宗教團體一直都在做 那我們這樣說啦 過去一百年我們宗教的確被打壓得很慘 大家都沒有信心也不太敢去管政治 所以很多宗教團體都提倡說 不要去管政治 甚至投票都不要投 對不對 慈濟 比如說 他不干預政治不平衡政治 對不對 但是要投票大家可以投票 但是他絕對不會去支持那個政治黨 那這個一直 那這個在2000年之後就開始有很大的轉變 因為民進黨常任 而民進黨 那這個在第一任的時候 阿典贏三萬票而已 這個三萬票你說如果有個宗教團體 他去動員他的選票的話 那是不是這三萬票就會 而且的確那個三萬票很多 就是他能夠拉到那麼高的票數 其中我們分析當然就是因為 他在選前加入了一貫道 一貫道過去是強烈的國民黨支持者 然後張文華還有很多的一貫道系統 中南部一貫道系統 那個時候就通通通通 而那個動員是誰呢 就是朱武賢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到這個整個的過程 他怎麼樣去干預你這個宗教 張文華對於他民主化的東西 我們大概都是有目共睹 對不對 所以不是所有的宗教團體都涉入正知 那順便提到我剛才說實際是中立嗎 大概一定是中立 我的 survey 我的問卷調查 發現說他是強烈的支持來 他有一些內部的機制 這個我們也有其他講法再說 好 那我剛才說你提的問題是很重要 也是我們前幾年 我們宗教所也結束了處理一個 這個爭議 就是那個維新聖教 他要申請成立新宗教 那結果呢 那個全國國教會呢 所有的國教團體都反對 在文文委員會裡面都反對 那我就是Gaple啊 我說你們不能夠決定 他是否是個新宗教 我說政府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 這個是John Locke說的名言 政府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 去決定什麼是正統的宗教 所以那他們馬上就回頭了一個案給我們 我們就檢討所有的宗教理論等等 最後我們的建議 我一開始建議也是這樣 我說從此以後 宗教事務委員會或者國家內政部 你只能界定宗教團體 你不能夠界定宗教 那團體就不像社會團體一樣 這個法的名稱也改了 裡面的精神就統統都改過來了 所以這兩個問題要同時解決 才能夠符合西方政教分立的精神 我們兩個問題等一下還可以到回來 我很快的就 現在我們要進入 中共這邊 中共宗教事務條例 2005年出爐 就是把過去的一些零碎的一些規範 集結在一起 而且就取代了舊的規範 那我這邊特別提到說 這些都是行政命令 所以它不是個法律 不是個法律 所以跟西方國家你談政教關係 至少還有個法律作為基礎 它連法律都不是 這些都只是行政命令 12年來都沒有修正 當然它有單步一些相關的詳細的規定 但是都沒有修正 所以這一次就公布西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 那總的來說 比起原版本 還有在2016年的時候 它有一個送審稿 徵求各方的意見 公開的 所以其實是一個還不錯的 蠻民主的 我們剛講說民主審議的精神的 這個算是少見 他們有個送審稿 所以比起送審稿很可惜的 就是說有啦 是有一點點的爆炸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但是呢 對於對付宗教性質的國中 獨立運動 還有恐怖分子攻擊 有增加更多更嚴格的限制 等下我們會看到 我看老段天 就是說好處只有一點 壞處其實大概有12點 我們等一下一個一個給你看 那我們要看這些 法律條案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累積所觀察到的這種潛規則 第一個呢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在中國大陸更是這個樣子 就是不對稱的政教關係 所以他們是比法國那種 這種單向的政教分離 我說單向就是因為 他們不准宗教干預政治 但是政府呢 完全有權利去干預宗教的內部的活動 跟他的教育 所以中國呢 就是白背於法國的模式 不最稱的政教關係 第二個呢 在中國大陸 雖然今天早上習主席在那邊講說 要中法師 逆法治國 可是我們要知道 這個過去這個觀念 其實這也不只是中共政權 我現在正在寫另外一篇黑子 這是中國傳統的概念 潛規則一定是高於法律的 潛規則決定法律怎麼樣適用 怎麼樣被解釋 所以潛規則才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領導人的講話 他不但是法律 也只是高於法律 有一次在兩岸的這個學術會議上 就開了一個玩笑 不好笑的玩笑 我說那個 因為那時候大概兩天 剛剛開始做正式的溝通 那我說台灣的學者呢 終於瞭解了 原來中共領導人講話就是法律 然後中國的學者研究台灣後來也瞭解了 因為那時候陳德典事班 就瞭解了 原來台灣領導人講話呢 對不起我用比較粗的話 我說台灣領導人講話就像是放屁 或者說就像是笑話一樣 這就是兩方對於法律的政治詮釋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潛規則 尤其是領導人講的話 那個是最高的法律效率 甚至高於憲法 那如果說你要在中國大陸 去爭取宗教自由的話 盡量不要用宗教自由這個字 宗教情感是官方用語 實質內容差不多 所以你說希望政府的法律政策執行的時候 不要傷害到人民的宗教情感 他們可以接受 那我可以建議什麼樣的方法 你要這樣做 那你說我要替中國的宗教 爭取宗教自由 那你破回去吧 這個就是一個潛規則 你用什麼話語 就會影響到你後來跟他們的交往 另外盡量說我們是在做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 不是在做宗教交流 因為宗教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關鍵字 他們現在不用搭數據 那有宗教這個字眼 那個東西都非常敏感 所以你說我們媽祖 媽祖到美洲去做文化交流 不要做宗教交流 做民俗文化的交流 那就很方便 也幫他們解決很多的政治責任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宗教差異 中國的宗教證 等一下我們一看 連一個宗教的法律都還要分宗教 這個就是把過去的潛規則把它法律化了 所以中國宗教最自由的宗教到順序 就是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蘭 大之五大宗教成怎樣不分 那宗教內部當然又有分 又有分宗派 等一下也會提到宗派的差異 那 菁 bottles Whoa 這個主要是針對後來的西方宗教 親子教 基督教 伊斯蘭 希望我們把它中國化一下 這一次也特別強調 宗教有政治宣傳的義務責任等等 所以你宗教不能說好不管政治 不行的 在宗教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管政治 但是要在他指導下去參與政治 宗派詹諭我們剛剛提到的 佛教是最好 但是藏傳佛教的話就很慘 伊斯蘭很糟糕對不對 新疆的伊斯蘭很糟糕 但是尼夏自治區的伊斯蘭很好 沒問題 所以這個有很大的宗派差異 那監督教其實都有官方教會 家庭教會之間的差異 我們也是了解的 所以他們分得很清楚 你不能夠用一套我們習慣的 所謂宗教自由或者是和諧的 避典的原則去一體試用 沒這回事 中華大陸不吃這一套 他就是要分清楚 只要戴帽子 不要碰五毒 江毒 藏毒 台毒 台毒現在包括港毒 民運人士 法人公 所以主要的五毒裡面四個就是跟宗教有關系 沒有 台毒 台毒 所以這套團體到大陸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試探你一下 所以你對這套團體看法 尤其是法輪功嘛 台灣很正常對不對 反正就是101前面才能看到 我的建議大陸就是說不太了解 不知道不清楚 打發過就好 你就不能說他們很好啊什麼的 那就下次就別去了吧 地方差異 省份的差異 傳統上的話浙江 江蘇 福建 四川 是比較宗教自由的地方 浙江大概是最 在習近平之前 爭取之前的話 這些都是比較宗教自由的地方 那比較爭議的地方 管得嚴的地方 河南 河南向來都是歷史上是一個 政治爭議的地方 山東東北 所以你還是一樣不能用一套的規則 然後以為可以走遍中國大江南北 甚至同一個省 不同的縣 等一下我們也會提到 不同的縣會有不同的做法 那就看這個縣裡面的狀態 跟他的黨委書記啊 關係怎麼樣 還有他的歷史傳統是什麼樣 這都是有特別的影響的 這個差異會就是天然地悲的 天然是別的 你不能說那其他地方怎麼樣怎麼樣 他管你其他地方怎麼樣 好 改朝患代時候呢 總是會壓縮宗教自由的 新法上路 所以明年2月1號這個新法上路 所以大概明年上半年 宗教自由應該會更緊縮 新法上路三把火 他們總要有點業績表示說會有在做 另外國家重大會議跟節日也是一樣 緊縮所有的人權 包括宗教的人權 四個底線 主要是針對外來宗教 基督教 天主教 當然也包括大部分的分量 這次修法也有很多這方面的調整 就是基本上呢 尤其外人不可以有戶外的大型宗教活動 戶外大型宗教活動 基本上他們是很不願意鼓勵的 另外呢就是 就是現在後來 其實在胡錦超溫家寶政權的時候 一定有很大的改善 這個四個底線 也是他們表示出了一種善意 就是你沒有找到鄰居啦 你的宗教聚會不會找到鄰居 或者說造成嚴重的交通阻塞 再來的話就是 你不要有外國人 兩三個以上外國人他們就會開始注意到 那外國人當然也幫到我們台灣人 所以去中國大陸的話 行政不要太秘密 一月秘密他們也要小心 中國大陸現在有世界上最大的超級電腦 在所有的城市都有軍事器 然後網路的資訊流通 它有大數據在做分析 有三萬個網軍至少在做監督 所以你到了大陸以後呢 基本上你一舉一動 你應該要假設你是完全被監控的 所以你越怪怪越利益的話 它會越懷疑 它反而會把你逃出來 OK 完全配合當地接待人的指示 宗教書籍現在也列了法規定上 就是不能待太多 還有信徒黨員呢 這也是一樣 少數民族的宗教黨員可以存在 就是說少數民族的黨員可以信仰他們宗教 這包括伊斯蘭、穆斯林 那漢人的黨員不可以信教 這也是官方政策 現在秘密似乎有一點點的 也是看地方 看有些地方就比較嚴厲的在執行 那大陸的地方似乎還好 比如說 就像是美國那個 同性戀政策 軍隊裡面的同性戀政策 Don't ask, don't care 你知道 你有個性教 長官不問 你也不要遭遇跟人家講 就相當無事 我們剛提到外國參與 這個如果必須有的話 那一定是在中央政府嚴格指導之下進行 不可以私下跟外國太多的聯繫 好 所以這個大概是19個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潛規則 在看待中國大陸的宗教自由的時候 所以在這裡面就是等於說 你了解了這些潛規則 那你說他們有沒有宗教自由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 那甚至有些地方跟西方國家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你不了解這些潛規則的話 那It's hell 它是第一名一樣 好 所以從這些潛規則我們再去解釋 中央政府教律 比較能夠刻板的去了解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跟舊版還有宗神稿比較的話 有一些條款放鬆了更多條款嚴厲的 耶穌宗教自由 主要原因就是黨政單位內部 對於宗教自由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們剛剛瞭解 過去常常把壓制宗教自由的責任 放在國家宗教局 我覺得這也是不公平 因為我覺得我跟他們裡面很多人談了以後 他們其實這些年輕幹部都很有實際的觀念 真的滿誠意的想要去提倡宗教自由 但是第一個 國家宗教局它只是一個副部級的單位 層次 政治層次 法律層次是很低的 它還是要聽統戰部的 尤其是要聽國安單位的 所以國安單位一說話 他們就不敢講話 很多議題 等下很多潮反 我覺得就是國安單位在講話 那國家宗教局有沒有貢獻 我們看來也有一點點貢獻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不同宗教要採取不同的政策 我們在這個潮反修訂導演 看得非常清楚 第三個呢 它基本上就是 就從一個政治百寶箱 地方的領導 他要用哪一條 他就用哪一條 這樣子 因為現在義法治活嘛 所以他要有一些法律依據 所以他要鼓勵著你的宗教自由 他說你們有套館是這個樣子 那他討厭宗教的團體 他就用了其他的套館習慣 所以讓地方官員覺得說 哇 那這個太好動了 這個也讓我比較理解 什麼叫做民主集中制 我們以前認為說民主集中制就是一言堂 其實不一定 不一定 他有一些趨勢 這個條款更顯示出這種趨勢 就是當他沒有辦法達到共識的時候 這個條例最後他要有共識 可是這共識裡面顯然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民主集中制一種另外一種特色 就是說當他沒有辦法達到每一條都有共識的時候 他就把不同意見通通放進來 會互相矛盾 那就基本上就是說讓執行單位去自己做選擇 這也是民主集中制的一個特色 好 好消息 唯一的亮點就是35條 新疆公民有經常進行經常性集中藥活動需要 上不具備條件申請設立中藥活動場所的 新疆公民代表像縣級人民政府中藥事務部門 由縣級的徵求所在地的中藥團體和政府意見後 可為其指令 那其他的條稿我特別這邊列出來 第一個 縣級而不是省級 過去很多的規定都是說你要向省級申請 那省級的話中藥團體影響力就會少很多了 那縣級的話常常這些中藥團體的主要成員 大概都跟縣級的官員關係不錯 你中藥團體有錢可以幫縣級官員製造業績 但是相對於省級的話 中藥團體可能就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不錯的 第二個這邊講說徵求他的意見 而不是徵求同意 其他的條款都說要徵求同意 所以他只要經過這個程序 縣級的官員就可以決定說可以幫他設定 維俗宗教合作 那這個是等於說主要是西方國家 剛剛也幫我刺激了 一直遊說國家宗教局說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登記的問題 主要是基督教會的家庭教會 好 家庭教會 這個是幾十年來一直在爭議的問題 那我覺得可能的原因就是 15年6月吧 習近平身旁的一個官員就在 在釣魚台兵館接見了所有家庭教會 主要教會系統的代表 要幫他解決問題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善意的釋出 那畢竟家庭教會的人數是上千萬的 所以這個大概是提供一個善意啦 當然最後的執行就是要看地方官員啦 所以是不是一個很好的保證 具體的保證 不一定 但是至少這是一個善意的表現 就只有這個亮點 其他我都沒有看到好消息 只有壞消息 就是政治教育要進行這個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那如果等一下老闆跟這個有關係 什麼叫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他不是講講而已啦 而是有具體的內容的 那關於宗教院校他把它獨立出來 但是他有很多詳細的規定 這個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這個主要是傳統宗教 在佛像啊 在老子像啊 在孔子孔子像啊 因為也是一樣啊 前幾年就是 突然在佳安門前面出現一個孔子雕像 哇 以那個毛澤東紀念館還顯著 對不對 他政治局裡面就很多人都很生氣啊 誰準的啊 擺在那個怎麼樣 是要恢復儒家信仰 儒教信仰 大家都懷疑他 我是覺得啦 那可能後來跟一貫道那個 那個被台灣的一貫道理事長被驅逐出去的 原因是也財心了 因為有能力去駐這一出大孔子像 很可能就是宗教團體進出的 那一貫道在中國大陸過去幾年一直在推 他們打了一口號就說 他們很願意跟中國政府合作去抑制西方的宗教 基督教 主能量的宗教 來提倡那個 用提倡那個儒家信仰 所以我一貫道又似乎又壓錯邊了 哈哈哈哈 壓錯邊了 所以這個宗教造像是列了一些規定 宗教神之人員一樣規定的很 尤其他是專表就特別提出 藏傳國教跟天祖教的神之人員規定 所以他真的就是精確到每一個宗教 而不是用同樣的原則 就是在西方國家絕對不會談到這種情況 因為你會違反的不歧視原則 非政府組織 這個是伴隨著跟另外一個法 非政府組織的法制 就是因為很多國外宗教團體 就成立非政府組織 那對於這個共產黨統治 產生異地的挑戰 所以他們就新設立這個條款 西方的宗教也很喜歡 知道他們校園傳教對不對 那所以新設立四十四條禁止傳教 以前其實就禁止傳教 那現在就是把它明確化 就是禁止傳教 還有宗教印刷品入境呢 因為過去西方的宗教團體去的時候 他們總會帶一些書 那有些人當然是帶了一大堆啦 可是後來有些海關呢 就是連他個人用的都要沒收 所以也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爭議 那因此他就說自用合理數量 那就可以 你不要說一次你帶了什麼五六本 那個你的宗教的刊物 那當然他就說不要 你帶一本 再多一本可能大概就可以 至少你帶一本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其實我也覺得啦 基本上你不要自作主張啦 因為你帶的東西 人家當地的人不一定懂得到 甚至會認為是敏感的東西 你反而就給他造成很大的困擾 所以除非說他要求說 你是不是可以帶什麼樣的東西 那在合理範圍內就可以帶一下 不要自作主張 那這次另外也有新設立的 這個互聯網宗教信息 所以真的中國大陸他們那個對世界科技趨勢的反應 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這次就列的非常非常詳細了 管那個互聯網 大型宗教活動 有懲罰條款 你可以做但是一定要做他們合作 所以像世界國教論壇案沒有問題 世界道教論壇案沒有問題 但是基本上就是要有人負責 宗教的財務管理規定 主要就是因為少林寺吧 中華商業化 所以他們也開始做了很多的規定 法律責任定的非常詳細 這個就條文數目來說的話 僅次於第四項宗教活動 列了很多的應該14條的條文 關於這個法律責任 另外保留主管單位的審批權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2016年去年有提出送審稿 那送審稿裡面就是說 主要是很多這種宗教單位 或宗教團體的宗教活動 說政府單位有審批權 但是他加入戰書 就是說如果你不同意的話 你一定要出面說沒有理由 那這個是對於宗教人權的 一個很具體的保障 你不能隨意度拒絕宗教自由啊 對不對 所以國際宗教局 這個就像我剛剛說嘛 就是說國際宗教局 他們的確是有一批人 是想要提倡宗教自由的 但是最後黨政單位 他們願意放這個權利 你說我拒絕就拒絕 我不要給你所有理由 所以最後所有的這些戰書 通通都刪除掉 好 那最後我是特別想要提供給大家的一個觀察 這也是我去年在荷蘭做訪問蒋舟教授的時候 開了一個不是被我們出來的書 那個月底應該就會出來了 我特別就提到就是說 中國大陸已經完成建立一個國家宗教 雖然它是一個無神的 它就已經完成一個國家宗教了 這個就是說 任何一個大規模的宗教團體都應該有 都應該都有 包括它的神明啊 它的神學啊 它的先知啊 祭司啊 現在應該是九千萬吧 就是這個 它的護衛天使人民解放軍啊 宗教家是愛國教育基地啊 惡魔啊 還有五毒啊 所以非常完整 完整的論書 而且這一套東西呢 神明大家都知道嘛 它有一些常用的符號 最偉大的先知 除了它以外 現在就是這一位 最後一位先知 總是最偉大的先知 它決定誰是偉大的先知 愛國教育基地啊 每個主要城市都有的 愛國教育基地 更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出現過的 就是它把它的這個國家宗教 要求各宗教團體 由系統的納入它的神學 跟它的組織裡面 神學跟組織裡面 所以天主教 基督教 穆斯林 道教 還有愛國主義 佛教去年 通通都出來了 出奇了 出奇了 這些東西都是在各宗教的神學院裡面 都是必修課 有專任老師在教 而且大型的宗教團體 也每年都要去上這個政治學習課程 用這本教育書 查到的話 你沒有上的話那是祭奠的 所以在人類上你沒有看過 就我剛說法國的那種政教分離 真的是小K死了啦 小物件大物碰到中國大陸的國家宗教 好 結論呢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海峽兩岸 似乎最近都出現一些反教運動 就是民國初年的反教運動 大家不想知道為什麼反教運動出現 就是因為先有愛國主義出現 愛國主義以後 它就成為一個很自然的駐成國家宗教 因此其他的宗教就要受到打壓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台灣 就畢竟民進黨上任以後 然後提倡這個台獨的言論 就比較激進了一點 那因為台灣中藥團體大部分其實是反毒的 跟中國大陸關係比較好 所以這個自然而然就會產生一些矛盾 好 所以台灣的政治是 的確是能夠保持高度的宗教自由 但是最近幾年來的反教運動 反而可能會侵蝕民主政權的宗教 就長期來說可能是有些憂慮 中共的宗教自由在各地各宗教 就是講極端話 你原來的關係好會更好 你原來關係不好你就更糟糕 就這樣子 會極端話 那就長期來說的話 一種無神論外國主義跟中藥國主義 它會有性格的關係 它會有合作 但是主要產生給它 畢竟它訴諸到人性最基本的神性 所以你要去完全取代它有不太可能 所以它還是會有一些競爭的關係 好 報告就到這裡 結束了 謝謝 謝謝 感謝郭老師禁僻的演講 雖然我們大部分是都ミス調 只有聽到頭跟尾 不過我想應該是很精采 那也是先跟郭老師跟各位來賓 因為這兩個禮拜的會議太多了 目前其實跟那個郭老師的講題有關的 現在我們學校正在推薦很重要的 要跟教育部申請接下來的 下一個五年的那個所謂的 後鼎大的計畫 高校計畫 然後這一次特別把宗教研究 當作是我們政大的一個特色的研究領域之一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寫一些計畫 然後當然就是說像郭老師這樣的一個研究 研究兩岸的這個政教關係的一些比較 就是很可以跟我們原來政大的一些研究的強項 包括大陸問題研究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 跟區域研究做一些結合 當然這裡面的議題很多 因為我大部分的時間都沒有聽到 所以我也就不變這個 就是把時間開放給大家 然後大家來提問 我們在座有幾位我認識的那個 那個算是台灣也是算宗教研究 相當有研究成果的老師在做 我們丁老師有沒有 我們先讓老師問 然後我們同學再問好了 好 看一下 但是我們那個宗教一向有這一個 這個傳統啊 就是這種老師 看過一個報告啊 就是說 世界上有宗教法的國家大概就差不多十來一個 而且大部分都是前共產 前東歐的 蘇聯啊 捷克啊 羅馬尼亞這些國家 那比較先進國家大概只有日本 所以 以這個角度來講看 就到底這個 我們講法裔 legal interest的 假設真的 我們不立法的話 會不會在宗教只有基本前提下 因為不立法 不立一個宗教法 就只用一般的刑法或什麼 都有說規範道或環保法律 那事實上也許 它立法到底爭議有那麼多 那立法法義到底legal interest到底哪裡 我說不立法 會不會也許 符合宗教自由基本人權的前提下 因為不立法更符合一個先進國家的一個東西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你談大部分就是我們講宗教分立 來看憲法跟宗教規範的問題 可是以我們華人來講 其實那個宗教分立的傳統 過去沒有那麼多宗教分立的那種衝突 比較不是國家中立的原則 它其實不是更多宗教分立的原則 只是看國家中立 怎麼樣國家在不同的宗教團體 你勾弦 不同的宗教團體衝突之下 國家導致一個宗教的角色 去介入這個 去擺平這些事情 它比較不像過去 國家長期跟宗教和宗教的衝突 是下的那種model 而是用國家維持一個宗教的角色 去規範這些事情 而我們憲法裡面也沒有 幾乎沒有講到正教分立的這些東西 所以說13條有宗教自由 然後4條講說不能違反 違反人為公共秩序這種東西 再來就是說 我們宗教自由好像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基本人權 相信說我們一個國民 在一個宗教的堪養之下 這個國民會更做一個現代國民 這個宗教自由是很重要的 可是因為我們來講 我們過去的宗教 就是民間信仰 或神坦 這一大塊都是神坦的這些東西 它不像過去清宗教 或者是佛教有某種傳統 它突然開放給它 都不管理的話 就是說 但這個是又跟基本人權也很毛困 就是說到底是要管理 有一個前提去管理 還是說如果在基本人權的前提之下 可能就不要管理 那到這個之間很矛盾 對啊 現在不立法是多數一件 包括官員 包括宗教材也多數一件 因為宗教材也覺得說 因為他們有些個別的問題 都修個別法就好了 所以為什麼要多一個人 所以除非現在立正國他能夠提出一個 我覺得很有說服氣 就是好處很多 約束很少 不然的話大概就是 現狀 剛剛說拖了二十年 再拖二十年還是有 不過立法要還要滿足公共的期待 對 現在 中奧團體現在也很挫折了 就是 這也是 內政部有些官員他們搞砸了 就是當初 大家已經出了很多意見 讓這個法是變成一個很好的法 結果後來他們可能裡面內部工作造成 就突然就出現了一個強制干預派 在主導這個法案 所以這裡面真的是非常非常複雜 我看目前真的是除非 當然我有提供這些修法建議 他們願不願冒這個險 那就是一個政治判斷 對啊 我是這樣子試著說服他們 我說如果你是照我建議這樣說 中奧團還可以接受 我覺得這個是我可以提供的意見 國家總理跟您第三個問題是相關的 就是 有些立法委員跟國家官員 就是提出這些 也包括主要的知識分子 從缺海原因來都是這樣子 研究台灣宗教現象的 他們就是認為說這種傳統宗教 宗教亂象 對不對 C負一大堆 所以這些都要管 這些都要管 不是要管 所以這個就是說 為什麼我要回到美國 當初提出這個 政教分離原則的背景 或者說他們為什麼要把它具體化成 法律原則的原因就在這裡 不是說不管 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說 那個比例原則嘛 有些事情你該管還是管 有些事情你就不該管 那我們就要把它具體化 到底哪些事情你該管 哪一些事情你不應該管 那經過溝通以後 我就讓我剛剛報告 那雙方也都可以接受 官員跟中奧團體也可以接受 所以這不是一跟零的問題 就像是Thomas Jefferson他說的 說是不錯 是有一個wall of separation 有一個分立的牆 but it's a moving wall of separation 當初這個wall of separation 就是他提出來的 他早期的一封信 是這樣子提出來 但是後來他提出了 moving wall of separation 所以就是一個比例原則 你跟著時空環境的變化 你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有一些基本的東西 你是不應該去動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宗教的傳統 但是也不是說 你完全不可以干預宗教傳統 對不對 像比如說 魔門教他 宗教傳統是一幅多其之 那你可不可以干預 當然可以干預 那還有現在那個 動保團體要求 你可以用血記 對不對 這個可不可以干預 當然還是可以干預 就是說這些東西 會影響到社會重大利益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干預 但是就是盡量不要過分干預 那這過分不過分 就是有時空環境的彈性 所以這兩者不是一跟零的問題 那至於說行政中立 這個就是也是建立在一個 過去很爭議的問題 就是說你是不是真的能夠 像John Locke以後主張的 或者說像Imanuel Kant所主張的 說你真的可以把你的宗教思維放在家裡嗎 當一個人從政的時候 進入社會的時候 他可以把他的宗教放在家裡嗎 所以政教完全分離是不可能也不可遇的事情 不可能也不可遇的事情 不是一個應該做的事情 也是不可能叫宗教人 一個宗教信徒 你在跟社會不同說 你沒有你的宗教你不可能的 所以與其是假設完全可以分離 你不如正面的去面對他 說哪些東西你應該做 因為宗教團體跟宗教個人 他都有憲法保障的參政權 對不對 所以他要去主張一些很保守的 道德規範法律 那他也有權利去做 你沒有理由特別去禁止他 那你就違反了基本人權了 是不是這樣 OK 在座還有張老師還有高陳漾老師 有個問題 好吧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學生是不是 那個 郭老師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想了解就是說 從那個共產黨那個普正大陸之後 從那個毛鄧一直到那個江澤民 然後一直到那個吳錦濤 一直到現在的那個習近平 會不會發覺到說 那個他們這種 以社會主義的概念的一個宗教 他都有緊縮緊縮緊縮開放 但是他們還是要面對整個 國內的這些宗教團體的一些變遷 那我是不是可以怎樣認定是說 最近他們台灣的滅鄉變成一種統戰 那這樣政教一定是有關係 那我是想說 當緊縮緊縮的當中 他們對台灣這種 入島入腹入心這種東西的動作 到底要怎麼去做政教 這種擬定宗教團體 你說我們台灣還整應應 大陸這樣 對啊 對啊 就是我最近在內政部跟陸委會 我就跟他們提前 這是正好一個時機嘛 雖然現在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聽老師講就是說 大家去向不要立法了啦 乾脆不要立了 但是我覺得說你這時候立 反而是能夠抓回民心的時候 那個就是相對於他們的宗教事務條例 突然變成那麼嚴格了 你這時候有一個很具體的提倡 想要放宗教自由的法律 那宗教團體基本上就會恢復對你的支持 所以我其中一個建議就是說 趕快就通過 就是把修法以後 然後通過這個宗教團體法 那 不過就整個來說 你說觀察習近平未來五年的趨勢 我們實在沒有太多資訊 但是用一句美國的成語 No news is good news 所以我才特別今天早上去看一下習近平講話 然後後面有幾位是後來來的 32,412個字裡面 只有六次提到宗教這兩個字 所以總共12個字而已 因此表示習近平政權 過去跟未來這幾年 應該不會把宗教當作一個主要的一個議題來處理 也就是說過去是怎麼樣做就怎麼做 他也不想太多 只要說你這段產品不要涉及到政治活動 尤其是獨立活動 基本上還是管理 過去五年來我們 國際上的中藥人群組織也做了觀察也是這樣 就是說常常發現就是有mixed signal 有些地方好像 宗教破壞增加了 有些地方又覺得好像還可以 那我們去問尤其所謂的浙江拆十字架事件 對不對 那個事件發生以後呢 沒多久我有一次就去北京 碰到一個家庭教會的重要人物 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對浙江拆十字架事件的看法是什麼樣 第一個當然浙江拆十字架事件大概只限於浙江 在其他地方比較少發生的 所以這個大概跟審寶龍的關係 個人的關係 那第二個呢 就是這一位家庭教會的負責 不知道是我看錯了還是什麼 他其實有點面帶微笑的跟我說 他說那是官方教會 猜了架十字架就是官方 因為家庭教會沒有十字架可以掛 那再加上我剛剛提到那個釣魚台那個賓館接待他們的問題 就是從來沒有受到過這麼高級的待遇 那加上我們今天整體判斷的話 所以應該還是像我剛剛這個結論講的 就是會極端化的傾向 就是看地方官員的怎麼樣去用這個條例 比如說他們怎麼用他們的潛規則來使用這個條例 所以你也不能說更糟 就是說對那些誤讀那真的是更糟 但是如果說你是佛教團體 真實的佛教團體 道教團體 那可能更好 更自由 一直也在傳那個傳言 就是習近平 尤其是他太太 是藏傳 是密宗的 是密宗的 那習近平本身從小是 他媽媽是傳統的宗教信仰的 所以他有這種常說 他對宗教其實是蠻一個善良的 所以no news good news 就只出現六次 都沒有什麼太革命性的講法出現 所以應該就是照過去差不多這樣 還有國外來的會賓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要請教 我有兩個問題 是 對 第一 我很好奇的 提出一點點 這個外國人的 中國中央團體的關係 麻煩你進一步 第一個案子 我考慮幾個案子 好 我掉下來的問題 是這個先禮的關係 其實 照我所看來 那些 中央團體在大陸 他們跟官方的關係 怎麼說那個官方他 吃的跟喝的夠不夠 他要吃喝費 或者吃酒費或者什麼的 這個關係平常是 你給我多少錢 我給你做多少的自由 等等 麻煩你講到那個 對你 我是不是 我最喜歡的 OK 好 我在我每次去大陸做 聽一調查的時候 我大概因為我記不足嗎 我大概如果換了禮拜天 我還是會去聚會 觀眾教會我也會去啦 但是有時候我也會去一些家庭教會 那家庭教會的時候 他們大概都會先跟我講 說聚會時候請你做到最後一排 然後我們不會介紹你 我們不會介紹你 所以那不是我們沒有禮貌 而是說我們有我們的困難 所以不只是外國人 包括像台灣 他們其實就照理說我是不應該去的 可是每次聚會有沒有訪證官員 公安黨員都會有 都會有 所以這是他們的一種默契 就是跟地方的公安的一種默契 就是 真的我不懷疑說 他們會實現跟他們寶貝說我回去 這樣子 反正我的行蹤大概公安也都知道 那因此就是不要製造這種 其他人對我的助力 他們就一直也閉直眼 另外一個經驗 那有些家庭教會呢 有時候會有外國清教師去 那他們也會說啦 就是說你要來一兩個人來 一起來 你不要一下子十幾個人來 你十幾個人來公安一定會打斷你的決分 這樣子 因為他就會丟出一些國家的法令規定 那個就把你打交 那就搞得大家不高興 他說你們分批來 分批來沒有關係 那原則還是一樣 你進去的話 因為外國人你應該是參加國際教會 你不能參加其他的那個當地的教會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潛規則 那地方的公安也會睜直眼鼻直眼 那更不要說你如果是你外國人 你還在上面要分享的 就不太可能 我還可以假裝是大陸人 經法畢業就不太容易假裝 那另外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你提的很好 這也是我的經驗 有一次我們去湖北宣教 宣教然後地方那個老牧師 他其實是湖北省的人民協商會的副主席 所以他是以宗教身份擔任榮譽職的 所以他的黨政關係很好 他是一個三次教會 那所以我們一團人去要提供培訓班 當然趙哥一定是不可以的 所以第一個就像我們剛剛提的 我們的名義就是文化交流 我們製作文化交流 然後第二個更具體的話 他就提供了我們的行程 第一天到了那天晚上 就要跟他們統戰部部的吃飯 我們牧師看到以後很反感 我那時候在進行會 進行會是不敢以爭執的 可是所以他說我們不要參加可悲 我說不行飯一定要吃 這一個飯一定要吃 而且你第一天吃了以後 你要走以前你還要再請他吃 你要回請 回請他一次 然後他們也特別交代 吃飯的時候你絕對不要談到 我們這一次交流的內容 你提到說我們有什麼培訓班 那他馬上就翻臉 就會跟你講一些國家會議 那就搞得不歡而散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我們是來做文化交流的 他知不知道我們是來提供培訓班 當然知道 因為我在上培訓班的時候 就是有公安人坐在下面 就是聽我講的這個內容 可是就是因為他們 所以就是說我們一定要配合當地人的指示 他有的關係好有的關係不好 那就盡量配合他 他們知道 They know the best 而且他們會事件打好關係 那我們就不要給他們出鬆框 那他們那個時候在想要買回一塊 舊的被徵收的教堂地址 想要重新在一個教堂 裡面有個人就問我 他說地方官員說 很明顯地說要給他錢 他問我說該不該給 我也掙扎了很久 後來我是建議這樣 我說你給他買禮物 不要給現金 因為中國人情 因為那時候還是胡溫體制時代 比較鬆綁的時候 所以我說因為你給現金 被陣風的人查到就很不好 你送禮物 禮物是人之常情 中國的人之常情 那你不給也是很快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就是要有一些彈性這樣 這個實際剛剛接觸你才知道 一開始真的有很多觀念 但是我的建議都是盡量配合當主 地方的 你不要老是用我們的觀念 像我們就做了一個很不禮貌的行動 而且是我出的主意 因為那是第一次去大陸宣教 就是我們要捐獻給他們交費一筆錢 結果我是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第一次他們歡迎會的時候 我就請我牧師說 OK 你趁著歡迎給你把錢給他 在台灣 在西方國家當然是可以啊 這是公開啊 對不對 結果後來他們就說那個老牧師很不高興 很不高興 說你是怎麼樣 你不信任我啊 你干涉到我的權利啊 對不對 而且我們那時候還要收據 他們就更不開心 所以很多做法 我覺得 對啦 就西方來說 我們就是一個監督嘛 對不對 負責任嘛 accountability 但是你在中國大陸各地方的做法就不一樣 那為了維持了良好關係 可能還是要有些配合 OK OK 所以就是我們外國人 或者台灣去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到當地的民情 OK 那一邊 嗨 想問我就是說 剛剛講那個宗教的代國主義教育啊 感覺上 像對基督教政府 基督教比較容易對這種 宗教愛國主義教育比較反感 因為它可能跟一些 教育的學識會有關係 那我只是很好奇說 對佛教跟道教啊 他們的接受度是會不會比基督教高 這對他們來講 就是在佛教跟道教身上 進行宗教愛國主義教育 是不是沒有任何問題 還是跟基督教一樣 會引起一些問題的基督感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民間信仰啊 其實不一定被納入道教的那個體系 那現在就是文化教育的民意 那好像新的宗教法 也沒有任何是規範 比較是傳統民間想的 在大陸嗎 還是說有 就是說他們是不會 有沒有什麼樣的 進一步的想要去規範 或是放棄規範 那件事情 OK 好 問題 宗教愛國主義 佛教愛國主義 我還沒拿到手 其他的幾本我比較了一下 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一方面 他們當然是照著這個母本 上面這個是母本的格式 這樣子寫 裡面就會要求 他要從他的經典 他的傳統裡面 找出這些愛國主義的經文 另外也要去整理一下 大概是民國初年以來 他們過去這些愛國人士 一些神職員的代表 信徒的代表 他是愛國人士 另外支持官方的宗教組織 讓他們說一些這些事情 所以主要內容大概是這一些 就這個部分的話 這基本都有 都有 不是問題 甚至我們說基督教 家庭教會也在1990年 初期都發表過聯合宣言 說他們愛國是絕對沒問題 服從共產黨領導 絕對沒問題 支持統一絕對沒有問題 他們只是不願意去登記而已 就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愛國主義教材裡面 因為這一套基本上是 各宗教的學者築筆的 所以不像是過去很多這種教材 是共產黨 共產黨教授寫的 這一次不一樣 他們一開始就找宗教學者寫 就是怕擔心說寫過的東西 每人看 或者說一看就知道是外人寫的 所以他們很技巧的 把政治要求就寫到 他們宗教信仰裡面了 那你說裡面他們有沒有留了一首 我覺得也是有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愛國主義教程裡面 特別提到共產黨的貢獻 在這幾個裡面 幾乎都沒有提到共產黨 所以他們我是覺得有一點自主性 再來說呢 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教材裡面 有很多的民主思想放進去 散布在不同的地方 偶爾長一間 偶爾長一間 基督政府 基本人權 天主教 天主教 基督教蠻多的 佛教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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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就完全沒有 道教最薄 裡面都在講養生 所以道教他就是說我無為 我就不管 我不管吃 所以他比佛教更不願意談到政治 那穆斯林那邊 因為這個大概主要是 根據寧夏自治區的穆斯林寫的東西 所以他們那邊講愛國主義沒有問題 我之前有了跨國調查 那一年中國的調查就是用 主要是用寧夏自治區的回民做調查 結果統計出來 中國裡面宗教團體裡面 包括無神論者最愛國的就是穆斯林 國家官員看到了又好氣又好笑 其實我們無神論不愛國 居然有回教竟然比我們愛愛國 第二個就是民間信仰這個部分 的確這邊也是有提到 也是過去十幾二十年來 中共宗教政策的彈性 就是碰到這種民間信仰 他們就是民俗文化 就用這個名義 不能講民間信仰 都是民俗文化 所以地方官員 因為他們都一定要參加 那他們跟上面報的時候 就是說這是一個民俗文化活動 我們要尊重民俗文化 少數民俗文化等等 所以這樣就解決這個問題 有些共產黨員 共產黨知識分子理論家不太高興 可是這也沒辦法 因為地方官員知道 這是暗定民心 社會秩序的一個很好的場合 還有宣導真命的一個很好的場合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好 所以應該不是問題 這就是民俗文化活動 他動文化活動 還有陰makers 出現耶穌基金覺死 during 安格基金 社會參與象徵業 相信社會専多年 你回到 constitutes in a river 救急追求傳說 他們只是理 Core 古力感、通信 前置up 尤其 rupees 就是我們剛剛結論那邊講的 雙方都出現了這個不確定性的反教運動 那是基督教嗎?還是這個教學? 整個反教運動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一百年前的反教運動 他們那個時候訓練出來的學生 就是我的老師輩 所以這種觀念的改變要需要好幾個世代 好幾個世代 光是我要介紹的就是要分立這個概念 就已經花了十幾年了 可是影響力還是很少 影響力很少 但是就是台灣我們不可否認的 就是那個同分這件爭議 造成社會上對於宗教團體普遍的不滿意 那現在只要爭議持續下去 對於宗教團體的打擊都會在 因為這樣我們在討論那個 有幾次開會的時候 有幾位支持同分的密法委員 就直接威脅到我們宗教團體 還有威脅到宗教的指導課 說你們不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看你們兼費 或者你們一定要通過一些什麼什麼樣的訪問 那都是對於宗教團體很尷尬的事情 像是性騷擾防治法 什麼兩性平權法 那回照跟天主教都娃娃叫 那這一屆呢 哇 會更精彩 因為遲早會又回來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就是現在這個衝突會往哪個方向走 我們不知道 如果這個國家主義派戰勝的話 那宗教自由會受到一定的干預 那大陸的話我們現在就變成說是省慎樂觀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這不是習近平的施政重點 所以大概就是保持現狀這樣 那比較要注意到的就是 其實我滿高興看了習近平報告以後 我們當然也要看接下來幾天那個 十九大決議 還滿能夠支持我們去年初的這些預測 就是談政教關係這種預測 尤其是中國大陸出現這個國家宗教了 我們出現了一個新的教主了 他是密塞亞 然後他復興這個 以色列國 對不對 看來這個趨勢是像當初一策一樣 那他對於大陸宗教自由會有什麼影響 不知道 是 老師你好 我想請問兩個問題 先的 喔 不好意思這個 你還找 學者先的 然後再第一 老師 老師 你提出的那個 美國的 Restoration 所以 就是 Restoration 那 我到最後提出那個 反正運動 其實美國是叫 反正 那是我們現在在美國最危險的狀況 所以說你把這些 第一 你對這個 Restoration Act 有什麼樣的想法 再進入說 你要把台灣的中府跟宗教分開講的話 假如你看現在的美國 現在的美國其實是相 是剛好上訪的 是把宗教放在中府中間的 試試把基督教編成國家的宗教 我們現在有這種的一些 而不是正宗各自類的宗教的 好 對 我順便做個廣告 如果對基督教有興趣的話 我們禮拜五 禮拜六 我們會辦一個中國本土基督教的會議 有中文場跟英文場 在英文場我會提一篇paper 基本上有一點小小的野心 我要發動第二次宗教的改革 那裡面最主要有一個觀點就是說 跟你提的問題有關係 就是這種以宗教積極的去干預政治 我認為這不是聖經 也不是早期教會的立場 在協調同婚這個議題上面 同志婚姻這個議題上面 我基本上我跟台灣的宗教 由基督教談論說 這根本不是你的事情 人家要通過 這是人家的事情 你沒有權利也沒有能力 把你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念 加在非信徒身上 我說聖經是神跟信徒之間的立約關係 你一定要遵守裡面怎麼講 當然你就怎麼做 但是非信徒為什麼要接受 你的宗教價值觀念呢 你第一步應該是先求祂的果祂的意 你要先把祂變成信徒 你才能夠要求祂的倫理規範 我說這根本就不是你的事情 你不該這樣說 你不該為了一個你宗教經典 沒有提到的倫理規範 去干預政治 對不對 所以美國的這些 這個政教的關係的觀念 就像你說的 這是建立在Nissim Council之後的一種 我稱為是Constantinian的一種政教關係 就是政治要為宗教服務 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 這不符合民主國家的政教分裂原則 更不符合聖經的立場 當然啦 這個參加發起宗教改革 很可能就會變成烈士碼頭 是 老師 我想確認兩個問題 就是一個是老師剛剛講說可以講 比如說民俗文化活動或是少數民俗文化 那他不能講民間的信仰 老師是這個意思嗎 比如說再表… 最好不要提到民間信仰 對 因為民間信仰不是五大宗教之一 雖然他們那個第六局還是第五局吧 是處理民俗文化 所以說 那延伸出來就是說 因為老師有提到講宗教兩個字 當然在大陸今天是很比較敏感 那講信仰兩個字的話 也不太好 也不太好 對 因為我太太最近就碰到一些這個問題 他常常到大陸去 有一些那個福音慾功 我們這樣講 就是沒有宗教字眼的 但是有時候會忘掉 信件裡面就提到基督教 或者傳福音 那馬上就 這個信有時候就會被delay掉 或者消失幾天 他們現在那個大數據那個很厲害 那個軟件很厲害 馬上就可以挑出來 是說的是email還是資本 沒有 整個網路上的 包括你的 他們大陸叫什麼的 幾個 微信 微信 或者是討論的團體這種 社群的網路 通通都有 通通 對 因為他們全世界十大超級電腦 有兩台在中國大陸 而最大的也是中國大陸 所以基本上呢 理論上呢 每個人的臉型特徵都可以輸入到 十三億人口都可以輸入到電腦裡面去 所以不管是字眼上的宗教會信仰 其實包含我們用的宗教活動的項目名稱 對 都是敏感 對 都是敏感 對 你出現太敏感它就會過濾出來 今天一般大陸的民眾聊天的時候也要敏感 基本上都這樣 對啊 而且以前的話是只能過濾你信仰那樣 它現在連附件都可以過濾 超厲害的 超厲害的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老師剛剛提到 是不能在宗教團體內是不能設立古塔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我有聽說 這個規定是殷葬條例規定說 宗教團體內務不得設立古塔 對 以前那個殷葬條例是說 你除非在公墓啊什麼之類的 才可以處理的 然後後來就修了 所以宗教團體也可以設立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 老師有提到說那個大型露天照相 是被發宗教財嘛 所以就一直被鼓勵 那少林寺的問題為什麼就被講成是 宗教商業化 它不也是發宗教財的一種 都有啊 所以它那個關於財務管理 就是特別針對於少林寺 那只是很多地方那個佛教信徒 他們會改大型的 那為什麼這兩種就是都有這個 比較高的經濟收益的這種活動 那為什麼少林寺會特別被 那他剛才沒有特別提少林寺啊 就是說像少林寺這樣的 四永信他們引起的爭議 所以過去幾年他一直在猜 四永信會不會被 卸任甚至被關起來 結果後來他好像 黨的問題還是不錯 目前還是回去 那可能大概就是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就是說 省級的黨政幹部大概 他關係大得比較好 那所以沒有下台 大家都還滿有點意外的 是 請 老師剛剛提到那個同婚問題 那我就所得到的資訊就是在美國 有些那個CAN通過了這個同性結婚的法 法律有美國 那很多這個教會是被那些同志包圍 也就是說你在教會裡面如果繼續提倡說 反對同性戀 同性結婚的話 那個教會是會被包圍的 就是會被抗議的 所以說林剛才有提到 政治跟那個宗教之間也是有智能關係 所以說比如說長老教會 他認為說他們的教育 或者他自己的信仰 就認為說同性戀是不好的 那在現在民意 台灣的民意好像也是五五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來主張他的信仰 他鼓勵他的信眾 來反對立法委員 憑個人的意願去通過這樣的一個法案 他這樣的行動也是在保護他的信仰自由 自由而不可 因為假設今天他被通過了以後 甚至他可能將來在教會裡面 都不能主張說反對這個同性戀 結婚 他甚至連這樣的一個信仰自由可能都沒有了 所以說他來提倡他這樣一個信仰自由 為什麼剛剛你要反對 你說他不應該做這個事情 應該是這樣說啦 就是說我們大家都在適應民主政治的 一種違法的一些規範 因為畢竟 這不是我們中華文化 那甚至連先進民主國家 你基本上談原則就像剛剛前面提到 你要落實到法律的時候 會有一些爭議啦 但是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 你說台灣有沒有出現像剛剛你說的美國那種現象 就是同時團體他會騷擾或者提起訴訟 所以幾乎的團體 有 有 他們跑到那個新界行道會 人家在辦平安夜 他就到裡面去拉護條 就發生直起衝突 在行道會前面發送彩虹漢堡 對不對 然後追著人家的網站 斷章曲鈺 說什麼 祷告就可以寄上剪刀鑽石 對不對 有沒有這種騷擾 當然是有 但是 基本上呢 民主國家都有一套正常的法律規範 規範你的一些行為 對不對 畢竟教會它是私人場域 那因此你沒有得到人家同意去製造困擾的話 有一些適當的法律可以去處理 他要對你牧師提起訴訟有沒有這種權利 他當然有提起訴訟權 但是根據其他國家的法律來說的話 基本上不太容易判罪 除非你要注意到就是說 你這個網路的訊息裡面 是否是公開的還是內部的 這個就稍微要麻煩一點 比較注意到 對不對 這個在同婚議題出現之前呢 其實也都會有一些類似的爭議啦 就是因為基督教嘛 排他嘛 對不對 所以其他宗教都是惡魔嘛 殺在魔鬼 對不對 你自己在教會裡面講沒有問題嘛 但是你跑到外面 就是說 以前就是有很積極的宣教士 跑到武當山上 跟那些道士去傳佛音 那你不被人家欺出來才奇怪 對不對 所以這是大家一個互相學習的過程 知道法律的規定 所以適當的宗教自由是有保障的 那有一些法律訴訟也是正常的 所以的確會增加一些困擾 一些困擾 但是你不用去太擔心 所以我的意思說 在立法還沒通過之前 他本來就可以主張反對同性戀 然後甚至他可以罰到他的影響力 讓立法院不會通過這樣的法案 他以後就不會有這些困擾 沒有沒有 還是一樣啊 我剛舉了幾個例子是 你還沒有通過同治婚姻法 人家就在這樣說啦 那他就違法 可是萬一將來通過之後 他可能真的有權力禁止你教會再說反對同性戀的法案 我覺得那個是誇大的說法 台灣的民主法制制度還是有一定的客觀標準 我就有提供一個建議啊 因為幾年前我的女兒在讀高中的時候 她們有一次期中考的國文題目 就出了兩篇報導 說有一個同性戀的 跳樓自殺另外一個同性戀啊 從小就被壓迫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誤會決定說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回來那個 你也跟我講了以後 我看了題目 我第二天我就跑到他們學校 看他們抗議 我說你違反性貧法 因為你立場單一嘛 性貧法之後你兩個立場都要接受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權利表達你這個宗教對於這個議題的看法 不管你是支持同性戀或反對同性戀 你當然有啊 對不對 前幾年我在這裡開的基督教也是會課 也被抗議啊 也被抗議啊 也被拉不條啊 高的教育部啊 不但說要停止堂課而且要 要解聘 那是不是另外一個老師跟我合開 學生就要求教育部解聘他 所以你會不會有這種衝突困擾 有 因為我們是在一個價值衝突的過程之中 我們是在一個摸索的過程之中 那大家雙方藉著這個衝突 會承起一些基本的規範 那其實大部分同志其實也都是很溫和的啦 那每個中央團也都有幾關派嘛 對不對 那像中央團也有說要消滅同志的嘛 那他們心裡怎麼想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有時候就是 可能激情過後 我是比較樂觀啦 應該可以達到一個共識 就是我一直跟雙方建議的 也是雙方在三年前就統一的 就是命令專法 但是最後來說 就是回到那樣 就算是修明法 像法國的那種模式的話 也不干你基督教、天主教的事 你其他宗教也許你可以採取比較強烈的立場 但是這真的不是你天主教、基督教的事情 天主教、基督教 就是在台灣華人社會的 應該是學猶太教、猶太人 你只有在危害到你宗教自由的法律的時候 你才出來抗議 其他那些政治議題 基本上不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事情 佛教、傳統宗教、儒教 其實還有比較多的理由 我們就常常 就是中南部那些 那些你看那頭髮花白的爸媽或祖父、祖母 他說你要我初一十五怎麼面對祖宗神威 我死了以後誰來拜我啊 對不對 小孩子送到你正大 好不容易考上正大 第一年暑假回來 男生帶了一個男朋友 女生帶了一個女朋友 對不對 以前是很怕 我有一個島生 父母親還是新竹的 爸爸是教授 那個島生會議 他偷偷跟我說 我女兒會不會交男朋友啊 我本來想說 你要擔心的是他會不會交女朋友 我們正大有全國最大的男同志女同志團體 所以我在我課上 當然我會介紹雙雙的立場 但是我也不會隱藏說 我聖經的立場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是一個民主社會 大家都有公平的機會 找到他的意見 對不對 但是 那同志念議題 我們另外可以再做 我以前也報告過了 比較複雜 OK 大家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四點半結束還可以 所以還有五分鐘 我還有問題 謝謝老師 你剛剛提到說 因為受到同恨異極的影響 所以似乎是 對宗教法的立案有產生一些 我不太清楚去哪一方面 但是如果 據我所聽到 當然那個我不同意 一大群人出來反宗教法的一些 佛道教的組織 他們就會講說 裡面所有的這些不利的 都是對我們這種佛道教不利 對金陸教都是很 就是都沒有去防害到他們神 所以他們這樣的想法 跟你講的這個部分 都有 因為我在去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我有人私下就特別問到這個問題 第一個 那個宗教的差異 網路上的確有這麼傳 但是跟他們解釋以後 他們也了解了 因為絕大多數的基督教宗教團 都是根據是社團或者財團法人 尤其是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的規定是比世貿條例規定更嚴格 更嚴格 所以連長老輩都想要修法 因為他們就是前幾年出了幾件很尷尬的事情 包括他們的醫院自己選出了一個董事長 是長老輩總會不喜歡的人 或者說長老輩總會提的候選人 結果被他們的意願否決掉 那他就覺得說 你這不尊重我的宗教傳統嗎 更求的是花蓮的一個老人療養院 那個負責人是長老輩的 他就把他的整個產業捐給慈濟 就長老總會總幹事的議長 還有幾個處理幹事 就跑到花蓮去拜會正言法師 說可不可以還給我 正言法又說 No 你已經掏出來了 要從我口袋裡再掏出來還你 沒有這回事 所以長老輩就是被更嚴格的法律規定的很嚴格 所以你說這次沒有規範到基督中央團體 因為規範更嚴格 更嚴格 我這樣跟他們解釋 他們也同意了 第二個同心念議題 為什麼後來蔡英文政府趕快踩煞車的原因 就是因為中南部的民進黨立委 受到非常強烈的抗議 那我這次去的時候 給他們做兩場演講跟問答 那第一場在桃園 第二場就在嘉義 那應該也算是民進黨的大本營 那他們那些信徒其實就是很矛盾 他說小英怎麼會這樣子 同性念不好啦 對不對 人家家長都到廟裡面都是排 都是那個求子嘛 對不對 那誰願意說求了一個同性伴侶回來 對不對 那我就跟他們解釋了 我說這不是小英的意思啦 他說哇這求得好嗎 可是他們說同性念不好啦 不好啦 OK 不要這樣子支持啦 所以中南部立委嚇到了 因為對基督教 天主教 你有沒有後誕沒那麼嚴重 可是傳統宗教不孝有三 無後偉大 對不對 那個神主牌是很大的一個樹立 你將他們改變想法 他們就是一副那個over my dead body 你讓他們寒淚死掉嗎 你讓他們寒淚死掉嗎 對 這不可能 不可能 他已經鎖定說這是一個神聖該 你說你不能生也就算了 對不對 你有選擇你為什麼要選一個同性對不對 尤其現在有少子化 尤其現在有少子化 好不容易就 中國傳統那種傳統接代 生一個獨子 獨子 結果 進了大學回來變這個樣子 所以 所以 這個 就直接衝擊 因為幾乎所有的主要宗教 都是以家庭為核心嘛 所以它有神聖性 有至高的神聖性 那你去挑戰這個東西 自討沒趣 那我們也看到民調也發現有很大的轉變 去年11月跟12月做的民調 11月從這段團結抗議 還是說不要修法 到12月的時候他們在抗議的時候 說零比專訪 那民調呢 11月的時候大概還是五五波 到了那個12月在做民調的時候 就差了百分之20 所以台灣老百姓那個 還是覺得說這個事情就是 大家各自搞各自的啦 你也不要欺負同性戀 同性戀你也不要欺負傳統統教 大家各自有這個吧 那反正現在小姨佳麗嘛 所有正義性的法案通通不要省嘛 那我們大概就看明年了 雖然阿法院會宣告說這個 借一個婚姻法無效 然後兩年以後自動登記對不對 那個法律專家都覺得好可笑啊 你這個問題你根本沒有解決嘛 對不對 你說兩年以後 那個好 同事一起跟進 那行政官員說我沒有法 那我怎麼讓你跟進呢 對不對 我要依法行政啊 那行政官員最怕就是他不照法令 那被抓到這種 那就 費休金已經夠少了啦 那就沒有了啦 對不對 所以行政官員到時候一定是說 我沒有法我怎麼跟進你 我一定是要依法行政嘛 一定要立法院通過一個法我才知道 那你去找立法院 那立法院說 你剛剛還是不同意啊 我就是沒有辦法 你兩年要我出一個法 你過分干預立法院的辭權啊 那阿法會過分干預立法院辭權啊 對不對 我們中藥團體法草案已經二十幾年了 為什麼立法院一定要兩年內通過統計 所以其實這一次 同志團體是贏了面子 輸了禮子 最後其實真的就是 我是覺得大家就是還是回到初中 原來通常都願意 通常多數都願意接受的命令專法 全義務完全相等 那法務務也提出了這個草案啊 甚至他連名字都有兩個名字 內容完全一樣 名字是兩個名字 一個是同性伴侶法 一個是同性婚姻法 所以如果說照我們現在用立法 其實是行政主導的話 你要再提出自己的比較膽本 大概都會非常困難 都會拖很久了 所以現成是在那裡 那就是看你同志團體願意接受 中藥團體基本上是願意接受的 沒有沒有 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 一開始病常就是說 我不吃吃也不管 對啊 就這樣子 那您說的那個同婚法影響到宗教 這次宗教拉草的那個部分 他的那個關聯 你會淋摩起來嗎 就是 就是一股厭氣慢慢出來了 就是說你國家政府怎麼一直在 干擾到我們的核心性一樣 那現在要管理我們的管理組織了 所以他對於所有的草案 都是用那個最壞的解釋 說你這些都是要管我 要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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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人家用意思好了 他用最壞的解釋 那甚至我聽到一個消息 就是有些中藥團體 他除了個別的有一些那種 很嚴重的違法的行為 另外中國大陸也在那邊 有三峰點火 他們在中南部在那個 就是國安安會跟我講的 所以事情也蠻複雜的 然後我去報索協調兩次以後 我說OK 我講完了 接到去弄不到 直接我也不想說 涉入太深了 那些問題就不是我能力能夠提及的 OK 好 推完郭老師的演講 還有他回應問題 大家會不會覺得宗教研究很有趣 但是要跟現實克服結合 不能只是再像過去這樣做傳統的經濟研究 跟只是看文本而已 我想說我們現在就是說 目前跟學校提的這個宗教重返的這個大主題 其實也就是要看當代宗教重返之後 對於世俗領域各個層面的影響 從包括個體的生命倫理議 提到剛剛說的這些 就是同婚還有這些 甚至於整個國際的這種恐怖主義跟懷孔的問題 我想有太多的面向都值得 我們大家一起來探索 好 那我們再一個月的掌聲 謝謝郭老師